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東柚 杜总 你干嘛穿成这样 训练完了 这是真裙子啊 小慈啊 小慈姐去宿舍了 不是 不是 等会儿 杜总 你穿的这儿是什么呀 对呀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特殊的呀 行行行 你们也忒没见识了 穿裙子怎么了 我告诉你中世纪的男人 不仅穿裙子 还穿高级鞋呢 再说了穿裙子有什么不好的 通风透气 趋热散尸 那你这是什么 透气 真透气 etric衣服 你可不认是吗 你可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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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我这身怎么样 是 我穿成这样是想给你道歉的 对不起 小四 之前是我欠考虑了 我嘴欠 很多时候说话不经大脑 太想当然了 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是我不对 但我想说的是 裙子绝对不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枷锁 也绝对不会成为 每一个美丽女孩子的必经之路 我之前之所以说 你穿裤子好看 不是因为你不适合穿裙子 而是在我看来 无论什么样子的衣服 都不过是你魅力的陪陈 因为你本来就是优秀的 闪耀的 独具魅力的 你所说的那些黑历史 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你一路走来 帅气闯关的证明 就像你说的 公平 公正 互相尊重 这才是角力关系的核心 我也希望在我们这段感情中 可以做到如此 你说你有时候偏执 咄咄逼人 甚至对待男女关系时 过于偏激 可是回想起来 正是因为这些与众不同 才有了独一无二人你 也正是因为这些 才吸引了我 所以孝慈 我喜欢你 喜欢的不是别人口中 那个帅气 勇敢 洒脱的你 而是退下伪装 独一无二的你 好难难的 你也敢说 你说你不想被别人当作花瓶 那么我 你也敢说 你也敢说 可以做你的花瓶吗 你愿意接受我 做一个自恋 自大 甚至喜欢炫耀 甚至喜欢炫耀 并且有的时候 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人 能有朋友吗 杜琳凤 你真是太入马了 好羊 好香喔 啊 好可怕 好可怕 真的 好可怕 小匹 好可怕 好可怕 我 我